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字 度 人生短暂 延长生命的长度就能拥有一个长寿精彩的人生 世间艰难 升温心灵的温度就能拥有一个温暖如初的生活 岁月沧桑 提高境界的高度就能拥有一个心态良好的品格 血海无涯 延长思考的深度就能拥有一个薄骨通筋的头脑 在《三峡武艺》中 白玉堂说过这么一句话 你我读书人 待人接物 礼仪从全打遍 不过随遇而安 星云流水 过游不及 其病一眼 可见这世间万物都有其平衡的支点 这个平衡点是维度 天下万物皆有其度 度是审时夺势 是进退自如 也是人生修为 一 胸怀要大度 胸怀大度 大到能纵横天地间 广交五湖四海朋友 小到不计较个人得失 不理会流言蜚语 人生各式酸甜苦辣 做人要有大度量 心胸要宽广 那么在我们的面前 将永远是美好的世界 我们将会快乐永远拥有 二 说话要适度 《沉默是今》是句名言 或从口出也被人熟知 这很明确地说明 话多有诗 所以说话一定要适度 不能什么场合 什么话都说 说话适度 才能避免无谓的不良后果 也能让自己 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三 读书有厚度 读书要有厚度 这里的厚度 不是尺度的高低 而是书内容的质量 不管长篇还是短文 读过之后 要能启迪心灵 劝人向善 或者深入浅出 给人以人生的经验和哲理 读有质量的书 我们认真地去读 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乐趣 四 视野有宽度 站得高 看得远 想得多 看不远 不管做事还是做人 都应向远处看 都不应光看到点 而没有看见面 视野有宽度 站得高 看得眼 想得少一点 就计较少一点 快乐自然会围绕身旁 五 寿命有长度 想延年易寿 就要强身健体 改掉不良生活习惯 把生活规律调整好 该睡就睡 想玩就玩 早睡早起 身体好 另外还一定要 心情好 不急不躁 不忧不欲 不争不斗 岁月漫长 要注重保养自己 多活几年 才能有时间 追求和体会 生活的快乐 六 感情有温度 为家人精心准备 一顿晚餐 给朋友一份祝福 送给老伴一个小礼物 都能让感情 保持最持久的温度 花点时间和精力 来经营和维护 生活中的感情 让感情有温度 生活 才有更多的幸福和温暖 七 心态有高度 一个人的心态 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 积极的心态 是比黄金还珍贵的 如果没有正面积极的心态 整日消极抱怨 患得患失 那会活得很累 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保持比生活 更高一点的心态 心里会舒畅很多 有高度的心态 才有高度的生活 八 生活有热度 在生活中 如果我们倾注了热情 一切将耳目一新 让生活有热度 最重要的 就是热爱生活 只要我们用心 去热爱生活 用心去感悟身负 我们就能用感恩的心 好好地去享受 一切美好 热爱生活 就从今天开始 第二个字 放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生活 不可能事事顺心 感情不可能没有矛盾 缘分不可能永远伴随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 都有伤心的泪 都有隐藏的痛 不留 不表示坚强 不说 不代表不痛 红衣法师说 一念放下 万般从容 放下恩怨 收获豁达 放下名利 收获富足 放下执着 收获洒脱 放下越多 收获越多 人生来去巨事空 与其痛苦煎熬 不如果断放下 一 有种智慧 叫放下 一些事 该放下就放下 每颗心都有承受之线 不要耿耿于怀 放下 新旧的解脱 放下负担 奔向新生命 放下过去 开启新生活 二 有种心态 叫放宽 人生最难得的是好心态 宽心做人 舍得做事 多一份平和 多一点温暖 生活才有阳光 人生活的是心情 只有微笑着活在当下 才是最好的 三 有种善待 叫放手 你永远无法替代子女 并过好他们的一生 儿孙自有儿孙福 儿孙自有儿孙路 势必公亲 累了自己 也害了子女 父母适当放手 是对子女的一种责任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 四 有种表达 叫放生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 适当宣泄情绪 就要放生 放生是对身心一种洗涤 是一次灵魂的自由展示 放生笑 可使人心情愉悦 愤怒消失 一笑解千愁 五 有种快乐 叫放达 要享乐 必须放达 子孙们的事儿 少管为好 放心追求自己的乐趣 财宝 延年益寿 当然 放达绝不是放纵 而是把身心调整到 安适快乐的境界 六 有种处事 叫放弃 有些东西 失去了 就不要执着 就看成 有些东西 本来就不属于你的 并相信 属于你的 终究会拥有 有句名言 假如你因为 失去了太阳 和月亮而哭泣的话 那么你将失去星星 放弃该放弃的 这样才不会错过更好的 七 有种轻松 叫放逐 人到周年 想玩点什么 想吃点什么 不要舍不得 放开手脚 放逐自己 辛苦了半辈子 趁着还能走动 就应该尽情玩乐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欢欢喜喜 过好每一天 八 有种自在 叫放心 生活中万般事物 但求尽心 也就能逍遥自在了 走过人生风雨几十年 尝过了人间酸甜苦辣 应坦诚守信 放心儿女 自己不做违心事 不愧心 定能 欢度往后余生 戈德曾说 谁若游戏人生 他就一事无成 谁不能主宰自己 便永远是一个奴隶 有怎样的追求 就有怎样的命运 你追求的高度 就是你所能达到的高度 人生好在有度 庄子达声中记载 以瓦住者巧 以勾住者淡 以黄金住者昏 一个人要是拿瓦片做赌注 心态轻松 经常能巧中 若是拿代沟为赌注 稍微贵重了一点 就会因为担心失去 而畏手畏脚 若是以黄金为赌注 那就会更慌乱 昏招叠出 很快就输没了 心里想着 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输了 很多东西 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 握得越紧 失去得越快 不如放下执着 凡事看淡一些 想开一点 一切随缘随心 人生就是度和放两个字 记住这两个字 能让不顺心的生活 顺心起来 让原本快乐的生活 快乐加倍 做人做到恰如其分 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做事做得恰到好处 是人生最大的学问 愿我们历经人事沉浮 悟透人生七度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